这种说法有点像佛经上讲的所谓的一水事件 同样都是水因为众生的业力都不同 因此对现象界的东西感受也就不同 就像水 你可以拿来喝 对人来讲可以拿来喝 对鱼而讲水是它的空气 就鱼而来看水就像它的宫殿 一样它的住家 但是乌尾来看 这个水就像龙血 那天人来看水就像琉璃美丽 这就是佛经上很有名的一水事件 水的本体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因为不同的业力 内心的感受就有所不同 严小大师就是这样开悟 他最后悟了三界都是由心造的 三界为心万法为死 这是华眼的境界 美跟恶善恶都是自我的分别 但是自我的分别执着 我们的感觉跟水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这一段呢 意境非常的深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拿法师说的事实真相是什么 拿法师说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总方向 也就是总说 也就是金刚经里面讲凡所有向皆是希望 金刚经里面跟你讲三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当下即空 相也没有有 但是不是真有 是幻有 明的菩萨跟我们讲的很好 他问佛陀 他说物质现象存不存在 不存在 一个坛值有三十多亿百千链 现在科学家也证明了 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 还发现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 但是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 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 现在科学家才发现 科学家所发现的跟佛经讲的 佛经讲的更透彻 佛经上讲说 刚才讲的 当相即空向尽心成 佛经上讲这个相即是什么意思呢 相即不是说没有相 而是你看透他的真相 就是相即 静就是看透了 透明了 你的心在相上就可以保住如如不动 现在为什么你心会动 因为你没有看透他的真相 你看透了你就可以如如不动 你现在看不透 没有了解 所以你就动了 为什么 因为你遭相 你看透以后 你就不会跟着相再变 相是刹那刹那在变 多少 一练有四个坛子 甚至有七个坛子 一个坛子有三十多亿百千练 这么多 所以你了解相是刹那在变 你的心念也刹那在变 那就错了 你会很累啊 就活得很辛苦 他动你自己不动 你了解事实上怎么回事 这个幻象根本就不存在 根本就不可得嘛 所以大玻璃经是佛最大的一部 佛门最大一部经 六百箭 一遍读下来 老法师做一个统计 总结 十二个字 一切法无所有必经空不可得 这是释迦牟尼佛二十二年讲玻璃经的核心 二十二年讲玻璃经这四季化做总结 告诉你说 我们自己的身跟心 我们的身是物质现象 你身体也是保不住啊 我们的心是精神现象 也是不可得啊 都是无所有必经空不可得啊 你看透他的真相 你心就不动了 你心不动 这个世出世间的一切法真相 你才看得懂啊 看得到啊 你动了 他动你也动 你永远看不到他的真相 他动你不动 你才看得到他的真相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在讲这个禅定 所以向近新城内 他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方法 达到这个目标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邪术 通通包括佛法都把它包括在内 三种桌片 华言经里面讲三种桌片 都能达到究竟也满的境界 向近就是望近 新城就是还原 我们说望近还原 降近就是望近 新城就是还原 回归到自信 你再回过头来 帮助苦难众生 你才有办法做到 你会做我无作 无作我做 你就得大自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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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